手撕牛很有肉味 很軟的 很有牛味 嗯 很爽 這個是再啫喱狀一點 是很軟的 薑汁主要 有驚喜喔 薑汁主要 真的很滑 這鍋都很慢 每人可以起碼兩碗三碗都可以 我就不懂 燙骨是有點挑戰的 裝修很漂亮的 看到一個雀龍 會有一架船 魚駕的尺寸都很大 皮是脆的 有苦味 原來芋頭夾進去 茄子的味道是很特別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ll 現在我就身處在九江 九江這裡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裡其實是近順德 我會在這裡玩四天三夜 明天就會去順德 現在第一天 因為我們在香港坐直隱車過來 都要三個多小時 現在就肚子餓了 就來到第一餐 晚餐就來吃牛 我來了九江一個多小時 我覺得這裡好像香港的 有點感田感覺 很多魚塘 很多河 問回這裡的地淡 他就說很多養魚牆 這裡的魚應該挺好吃的 現在就到牛棚 我們就會吃牛肉火鍋 現在帶大家看看環境 Let's go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飲食 旅遊 生活 記得訂閱支持我 記得按鈴鐺 每星期出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我們來到這間牛棚 很誇張 因為這裡專食牛 大家看看B-Roll 整個菜單都是牛的不同的地方 我現在面前的鍋是牛的骨水 它是很深的 一會是要用飲通去擠 鍋裡面都會有一些牛腸和牛血 我先試牛腸 牛腸裡面有脂肪 因為它沒有清過 是比較原汁原味 試一塊牛骨 很誇張 它還沒去到骨水的位置 我吃的那些是 夠乎牛筋的軟骨位 其實沒什麼味道 不過是很軟的 這個是金妹 藍帶啤酒 不夠冷 要再冷一點 它這裡平均每一碟牛 就三十多元左右 不算很大碟 但可以Encore 試一試它的牛肉 首次牛很有肉味 很軟的 我覺得太久了 我覺得十秒 十秒最好 試一句牛胸油 嗯 很爽 爽爽聲 很有牛味 還有一口 牛胸爽 一口啤酒就超棒 這牛肉Encore好吃 嗯 牛骨葉 好好吃 超爽 還有我喜歡吃的黑柏葉 滷下去十秒左右 看牛柏葉的那種爽味 還有大塊 牛骨水 牛骨水是超好吃的 咬下去是像肥膏一樣 入口即溶 它也有一種高狀的口感 一咬下去就知道在吃牛骨水 第一次吃這個 這個是牛皮 牛皮的感覺 好像豬皮一樣 但是再實一點 黏得更厲害 因為少有得吃 所以很過癮 試一試它的牛丸 牛丸就像我們平時吃點心的山竹牛肉 因為裡面都會有一些蔥在裡面 我就覺得牛肉好吃過牛丸 有比較有傷害 吃吃看見到有乾炒牛殼 好過癮 打火鍋很少會搭一碟乾炒牛殼 它很久炒得很有和氣 不過牛肉就沒有打火鍋牛肉那麼好吃 味道來說 就沒有港式的乾炒牛殼那麼重味 今餐是我在九江的第一餐 我覺得這裡的牛肉真的很好吃 任何的部位都可以吃到 主力推薦吃牛肉 牛骨水 牛骨煲都很好吃 那來到主要吃牛肉就對了 最後我拿了這個牛骨 再加上飲料去捉它裡面的牛骨水 Annie沒有試過用飲料去捉牛骨 我覺得是大便 那些牛骨和打火鍋 剛才我吃的牛骨水是有分別的 這個是再啫喱狀一點 還有是很軟的 我覺得是很好吃 所以是推薦大家來吃這個牛骨煲 還有吃牛骨裡面的骨水 好我們現在去吃宵夜 Let's go 好剛才意猶未盡 現在休息兩小時就來吃宵夜 這個是吃豬雜粥的 看看有什麼食物 做個乾炒牛骨 因為剛才牛火鍋的時候 都有一個乾炒牛骨 但是很一般的 現在試一下 這裡的乾炒牛骨 它是比剛才更幼 不過濕了一點 我覺得如果再乾身一點 好吃一點 牛肉好吃 剛才火鍋的乾炒牛骨 吃下去是很軟的 水腸比剛才的乾炒牛骨 但早上是士拉菜 沒有士拉菜那麼大 但是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吃 他們剛才吃完東西 兩個多三個小時而已 不過這裡就沒有冷氣 鼓桌 超多風扇 哇 薑汁主要 但是聞到薑汁 很厲害 我也是上來才吃 我香港的小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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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用薑汁就有辣聲 很滑 很爽 說就叫薑汁 但是不會很辣 是我接受到的 因為薑汁在港甘明時 我都是答什麼的 有驚喜 薑汁主要 因為來這裡 都是主要是吃它的粥 是質魚粥 不是嗎 這裡的粥就非常綿 港式那些 多些米辣 粥呢 我就覺得幾甜 而且它自帶的胡椒粉已經放進去 雖然我們可以再加些胡椒粉 這鍋也挺慢 我們六個人吃的那個鍋 每人可以起碼兩碗三碗都可以 我覺得要加鹽淡一點 如果再可以濃味一點 我預計可能類似海鮮粥那類 因為似乎是魚 原來因為魚粥吃 魚是來煮粥的 然後魚骨是屎汁精的 這個真的有多魚骨 我就不太懂 烤骨是有些挑戰的 有屎汁精的 很入味 味好吃 如果大家不怕烤骨的話 其實是正的 它還有一個椒鹽的版本 哇 這裡真的有很多魚骨 我想骨不是特別的 我覺得這裡很小心 好啦 我們很快吃完這一餐 因為都晚了 就回去洗個澡睡覺 那我們明早見 Let's go 接下來就去到美甲天下 這裡是爸爸指定點名要帶我來吃的 他就說這裡的魚鮮是他吃過 那麼多間他說是很好吃的 一定要來的 這裡也裝修挺漂亮的 剛才看到一個雀籠 還有會有一架船 都有一些打卡位 挺有氣氛的 就來吃魚鴿 魚鴿的種類 它有燒和生魚鴿 生魚鴿是滷在湯裡 魚鴿的尺寸都挺大的 他們說比以前小隻了 那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來 我都覺得算大隻 大家觀眾看 兩分鐘就上菜 所以它已經很多是整定的了 因為魚鴿也算是野味的一種 所以它的肉味是比平時雞、鴨更厲害 皮是脆的 它小隻了 但都比我在香港吃的大隻很多 分量來說 一人一隻 如果你說兩個人分享 就比較難分享 因為都要自己去吃魚鴿 現在試一下它的皮 皮很脆 很好吃 我吃了兩三分鐘 還是很熱 其實它的肉不算是很多 但皮不算是很肥的 挺油的 但很香 這個來的 過了很多都是吃魚鴿 每人一隻是最好的 反而底部 肉會比較多 因為魚鴿胸 肉真的會比較濕 觀眾給我看看 魚鴿的肉 它不是算大塊嗎 以魚鴿來說 三十八塊一隻 好 就試一下這個茄子 都是他們來這裡的 十日必吃的菜 這個好味 它可以做到 一些粉粉的感覺 不是很軟 但又不是很硬 很久不吃到這麼粉的味道 茄子好有趣 而且是熱辣辣 因為鐵板上 好脆 是芋頭來的 我吃不到 原來芋頭 吃下去 其實這個味道是很特別的 有啤酒 送啤酒 是很棒的 清到純心 但我最愛的是原醬 這裡沒有 我連了幾天都沒有原醬的啤酒 可能這區不是很流行 但深圳很流行 因為深圳的原醬啤酒是好喝的 上海粗湯 再加些臘腸絲 這些是臘腸絲 然後再配上一點 有一點油版醬 有一點油版醬 味道 這個比較重 好 其中一個 必食十大 臘味煲仔飯 這裏 就這樣看 色水 又不是平時我們 可能大排檔吃的 沒那麼濃 它飯豉油不夠味 但臘味就很鹹 都可以 我覺得 好 我們先做一個 這餐吃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主要來真的吃乳鴿 我覺得乳鴿是好吃 是值得來的 其他小菜呢 我會給我credit 是 茄子 茄子是好吃的 反而那個麵 是比飯更多 飯呢 其實相片的尺寸都比較大 都OK 但我們人多 我見每一台呢 都叫十隻八隻的乳鴿 就走不了 所以來到這裏 一定要吃乳鴿 是燒的乳鴿 我暫時未見到別人去吃這個 生的乳鴿 放在鍋裡 我就味道 如果你不吃乳鴿的話 吃其他主食 我就覺得有點比下去 因為這裏始終都是吃乳鴿為主的餐廳 一會吃宵夜 再繼續拍給大家 下一集會帶大家去順德一日遊 去順德金磅街逛街 吃飯打卡 試了當地的蒸豬肉 鮮魚皮 去到順德一定要吃的薑汁醬奶 和雙皮奶 還會由地膽去介紹我 去一道水上人家吃酒地雞 這裏還可以釣魚和游泳 很特別 想知道下一集有什麼食物買 記得看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追蹤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一副新的衣服都會出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